10月22日,来自都林体育报的最新消息,马赛洛向黄马提出了转会申请,告知自己会在一月份转会的意愿,这对C罗来说真是太好,这对好机友就可以一起踢球了。 据悉,马赛洛自己也非常想再次和C罗搭档,而游蓝方面,因为邦德罗迟迟能在续约上达成协议,游蓝正好出售他买入马赛洛,当今足坛,为什么说自己是世界第二左后卫,就没人敢认第一,明明是个后卫,吹脚伐非常丰盛,常常客串边风给对手一个措手不及,他与C罗的搭档也非常默契, 两个在左路经常有着精量的配合,他不但可以快速前插为C罗传球,也可以连货树人再把球交给C罗舍门,可以说他是C罗最好的搭档,也是最默契的搭档。 小编辑对以前有句话,三个马赛洛,防不住一个马赛洛,这足以说明马赛洛进攻上的确很非常牛,脚伐非常丰盛。 在2014年欧冠决赛最后时刻,马赛洛独闯龙台连货树人,大人关键一球,2017年对阵败人,也是马赛洛两头冲击,拿球来了个风骚的马赛洛挥旋,表现非常亮眼。 上个赛季,欧冠八分之一决赛,对阵巴黎有进球,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刘文也有进球,半决赛对阵败人也有进球加助攻,决赛对阵利物浦也助攻贝尔的今天的勾,如此进攻能力超强的人居然是个后卫。 你能想象吗?马赛洛不但小法出众,他的斗志也非常强,20日黄马主场对阵来文特,上半场就丢了两球,黄马上下一片暗号,还是那个马赛洛,护球用尽全力在禁区前延抽射,球尽了,破门后的马赛洛,指着自己的胸前对挥,疯狂的呼吁队友继续向对手反扑,他的疯狂努力换来球迷的欢呼,他为球队搬回。 自己也累得两次在场上按压自己抽筋的双腿,但是,他没有放弃,在最后时刻,马赛洛用尽全力,把球带倒进区前抽射,皮球飞向砍台,黄马赛也无力回天,黄马前锋疲软无力,身为后卫的马赛洛化身边风努力冲击,如此高昂的动智,黄马前锋嘛,脸红不,可惜,黄马毕竟不是个能退役, 现在马赛洛年纪也不小了,也是该为自己找个后路,尤文是个很好的选择,有了C罗的尤文是个无限可能的球队,也是欧贯的夺贯热门。 马赛洛本人也很愿意在新的联赛开启一段新的冒险,更何况那里还有个好机友,C罗。 不过这一切都要了桑德罗是否要加盟巴黎圣日尔曼,此前桑德罗拒绝了切尔西六千万的报价,这次尤文是职位能救世日谈妥,桑德罗随时都可能离开尤文。 不过,对尤文来说,马赛洛并不是他们首要的影员目标,只要桑德罗离开,马赛洛就会来到杜林和C罗相聚。 马赛洛真能来尤文,对C罗来说真是个好消息,有九名调侃说,这是对冲舍不得总裁,C罗都远走一甲,了。 马赛洛还念念不忘,不是真爱才怪,关于总裁与对手的恩爱修修事,请点击此条链接了解。